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 当代奇迹水 水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 虽然看似普通 却有着神奇的力量 可以滋养大地 富裕万物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海洋大学河海工程系 廖朝西教授来到现场 廖老师您好 佩玲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在今天的这一集纪录片 我们看到了水的各种的用途 还有它的特性 其实水之于我们 等于是整个人类 或者是全球的生命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我们要靠饮用水 或者是我们要去灌溉 其实对于水都是 最必须的生命要素 首先我们就先来谈谈瓶装水 那这个瓶装水 其实就目前来讲 好像是一种这个时尚啊 或者是生活上的一种必需品了 可是在想到我们小时候 好像就是到哪都带水壶 并没有这样子 用瓶装水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理论上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我们对于这个水质的控制 应该是越来越好了 那使用瓶装水的这个历程 其实是跟我们的文明发展 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首先是不是可以 请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这个食用瓶装水的历史 是 我想水是人生活必须的这种产品 所以家里要喝水 出去要喝水的 但是出去的时候呢 你没有容器可以带 就很麻烦的 所以过去我们在 即使我们几个年龄 国小国中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上学呢 每个同学都带水壶 有塑胶的 有铁的都有的 所以那是一种所谓的 瓶装水的观念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跟科学的文明部的方便期间呢 所以厂商的大力的提倡之后呢 就所谓的瓶装水的出现 所以是方便性的一个考量 这样子 那第一所谓是 所谓的安全性考量 就是一般的大众百姓的人 都认为说我们台湾的自来水 好像不够安全 因为我们台湾地区 台湾这个自来水呢 因为我们的很多管线比较老旧 所以都是有漏水 那漏水的话呢 它的旁边的污染 污染的水呢 就流到自来水管里面去 造成我们的自来水的污染 同时因为自来水管老旧之后呢 它有一些铁锈会融出来 那或是到水到你家之后呢 可能地下的我们一般的大楼呢 它有地下的出水槽 还有楼上的屋顶的所谓的蓄水池 那这个呢 可能过去我们都没有去 很多去清洗或维护 所以这种过程中呢 它都会造成污染 那另外呢 我们自来水呢 因为它是我们台湾是用 那个氯气来消毒嘛 那所以它会有一个副产品 比如它这个氯气呢 它跟有机物呢 它合成三氯甲烷 那这个设施 这个东西呢 对我们的人是产生致癌的物质 所以这个是说 我们用自来水 它对这个有怀疑 那所以呢 同时厂商大力的推荐说 我这个瓶装水呢 是纯净的 很好的水质 所以这样推荐之后呢 大家对这个瓶装水的应用 就逐渐的普遍普及了 的确 而且尤其现代人 很强调便利性 而且也在乎健康 所以当我们到出去 出门的时候 就会很自然的 今天口渴了 没带水 好像就很自然地去便利商店 就是就买了一瓶瓶装水 那其实真的只进去看 便利商店这些 架上的这些瓶装水 真是琳琅满目啊 各式各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都有 而且他们在强调于他们的这个 过滤的这个过程 的这些名词也是很多 会有一些什么逆渗透啊 或者是卖饭食啊等等 那是不是可以 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了要让这些水质 可以确保它的纯净 这些瓶装水 它有哪几种比较大象的做法呢 一般我们大概比较 最自然学工程 比较常用的处理的方式 当然有三种 一个是砂绿 一个是所谓的活性碳 还有是逆渗透膜的啊 那我们现在看出第一个 所谓那个砂绿呢 就是我们用水的 比较粗的石头 跟小石头 跟细砂三种组合 把它放在容器里面 那我比较脏水的通过这个 它这个土层啊 这样自动的靠重力呢 逐渐的往下渗透 但是叫做水的 水的叫砂绿的啊 那这当它渗的速度是很慢的 因为它是用重力的关系 把水出去把它过一过来 所以速度很慢的啊 那同时也 目前那个市面上 它有叫做快滤池 就是要说 把水呢 把它加压 那让水呢 比较快速的通过这个 这个滤层 那是快滤池的啊 那现在这个这个滤层呢 它是呢 它靠那个 靠土壤的吸附作用 它可以把宣服物质 大部分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细菌呢 都把它吸附掉 这其实也是大自然 最原始的一种 最原始的一种 净化水源的方法 是是 那第一个叫活性炭 就是把那个木炭啊 把它打出 然后弄成一样的啊 那就水 让水通过 脏水通过这个 木炭层 然后过滤通过 那你知道一样的 木炭呢 它本身也是很有 很强的吸附性 它只要是对什么 对那个所谓的 有色有臭味的 有霉味的 它有很强的吸附力 所以这种有颜色的 它就把它吸附掉 所以它对这个所谓的 悬浮力固体呢 跟细菌呢 它是没有固域作用 那第三个 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所谓的 逆渗透墨的啊 它只要是说 它是把一个 半透明的墨呢 放在两个 不同浓度的中间 那当时它水是 那个容易 那可能说 其他的物质是 粘质是溶质的啊 那溶质它不可能 不会穿过那个 渗透墨 所以呢 它当时浓度 比较低的这个水呢 它就会 透过这渗透墨呢 流到 能够比较高的水 去一下子 那所以当 那两边的浓度 平衡之后呢 它就稳定了 但是在当时 还没达到稳定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 在浓度高的那一侧呢 我们会把它加压 让它这个 就渗透的程序 让它停止 当时我们就叫 渗透压 就是我们的压力呢 大于渗透压的时候呢 那浓度高的那边的水呢 就会往 浓度低水那边流动 就刚刚反方向流动 是 这叫所谓逆渗透 那这个方法是 这个方法是 比较高级的一种处理 但它是可以把所有的 所谓有机物 还有无机物 还有细菌呢 都会把它破滤掉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它的成本就比较高了 因为那磨是很贵的 而且呢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 或者你万有水 有氯气的话呢 它把磨会腐蚀 弄坏 所以说你没有做好 把水的钱处理的话呢 污染太多的话呢 会把这个磨弄坏 而且呢 这个磨 让它产生逆渗透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能量 就像电力一样 把这水的压力把它拉高 那所以呢 它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它需要很多的能源 哦 所以它也是很耗能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但是 不然是刚刚讲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那个是 碳来的过滤 或是用泥土层来过滤 它们虽然过滤 但是它要做 还是要反逆洗 或是呢 定期把这个污染面 把这个浴层 拿出来清洗 所以还是它 还是需要做维护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饮水机的这个滤芯 要常常要换一样嘛 对对 类似这种东西一样 对 是一样 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 不同的这些瓶装水 它们不仅是 可能是进化的方式不一样 其实它们的来源 也是不相同的 那其实面对于 这些不同的来源 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说 这些瓶装水 它的所谓的这些成分 是不是对人体是有利的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判断 是真的有像它 广告上面的效果吗 这一般来说 这种所谓矿泉水 它有很多种分类 比如说 依照国际的水质协定 但是 0到2500高层以下的水 叫矿泉水 那2500公尺以上的 所取消的水 叫高水的 所谓高级的矿泉水 有两种水这样子 是 那一般我们国内 也有很多去抽地下水 再经过刚刚讲过滤之后 处理之后 把它装起来 那有些是拿自来水 自来水 也经过过滤 把处理之后 把水拿来当是瓶装水来用 又很常用 所以有时候它那个 就是说 重心的判断是 它怎么来的好不好 这样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有很多的 可能是心理作用 是 那其实我们在用瓶装水的时候 虽然它很便利 可是也衍生了相当多的问题 也让我们的环境 不管是我们的环境 或者是 我们真的实际上面的 付出的这个金钱 也都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那是不是请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使用这个瓶装水的代价呢 是 我想瓶装水 那一小瓶大概就要 0.7公升左右 是 大概就要大概十几块左右 那我们看我们的自来水 一度水 等于是一千公升 才七块半八块 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两个那个价钱 是差了非常多 十几块虽然不多 可是要这十几块 如果用自来水的话 它是上炖的 是上炖的 你可以喝了好久 因为这个 当时它是很方便 大家就大量去消耗这个 这个矿泉水 所以往往在 我们一般在社会上呢 大家对这个水就用浪费 不会珍惜这个水源 是 很浪费的 但是浪费它会有几个大 第一个是想说 因为我们要吃 不管是要抽地下水也好 或是我们拿山上的泉水也好 它这个水呢 都是大自然的水的一部分而已 是 它自然水的也 不是泉水 它本来渗到地下去的 或离到河川里面去的 它被我们取走了 等于就被截断了 被截断了 对啊 所以说我们大量去取这个水的时候呢 上对整个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水资源啊 会造成很大的这个破坏 是 所以它这个水就是 所以大量开采 开采一定会碰清水喔 像我个人觉得 是不是很好的一种种法 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因为 因为一开采 就是私人开采的话 它造成水是 是大家的公共财产 是不属于任何一个 一个财产的 所以这种开采 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损失 对全面是一种损失 当然第一个 那第一个 就是装那个水的这个瓶子啊 一般都是塑胶做的 PET的材料作为装 对在大自然里头 是不能够回收的 对 所以它是 它是靠那个石油 来去体验 PET这个材质 那这个材质 就是说 一般我们在装水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水喔 就是说你 把这个水放久之后呢 它有很多剃的这个 污染原味慢慢融出来 到水里面去 是 就是重新出来 所以放久了 其实也不安全 不安全 所以它放了大概半年左右 它那个浓度啊 增加一倍 哇 而且就是晒太阳的话呢 它会加速它 这个世俗这个污染源 那第三个呢 可能说 我们这个瓶子喝完之后呢 一般就扔掉比较多 很多就扔掉 这个回收之后呢 就没有来再利用的话呢 就这样整个是 整个地球的污染源 是 污染物啊 那这个材质 如果在自然界的分化的话呢 大概需要一千年才能分化 所以会将整个地球 都很大的这个污染 那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喔 我们要用 饮用这个瓶装水 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健康啊 或者是环境 那或者甚至于这个国家来讲 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可是我们又觉得说 我们这个喝的一个干净的这个水源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最究竟的方法是什么 能够同时确保健康 跟一个便利性的这个饮用水呢 是 刚才是说方便性嘛 又是说的安全性嘛 是 所以我们这两个因素来考量 比方便性 那就要说我们的自然界的普及率 要高 台湾其实普及率就相当高了 对 但也相下去有 像是有些 有些虽然普及相当很多 有离岛啊 像是偏遠地区啊 也是没有的啊 所以这个当时要尽量去普及 对啊 可能这个当时台湾做还不错 做得蛮好的啊 那第二个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安全性的问题 嗯 就大家对那个 自在水的安全有疑虑 所以才不敢用自在水 就敢用矿泉水 嗯 那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我是觉得说 像目前我们台湾的那种 漏水率刚刚讲的很高嘛 对啊 所以这种可能 可能在我们的 还是外界老旧嘛 所以又漏水 又污染了 所以如果是能把这个自在水 这个管线呢 能够把它做适度的替代的话呢 当然是很好 就确保是有帮助 但是问题是说呢 我们要换这个水管的时候呢 它的成本太高了 嗯 你想看台湾就 所有都市的水管都换成 不锈钢的话呢 那它成本要很高很高 是 所以说很多水公司呢 它就不愿意换 为什么不愿意换呢 因为水价很便宜 哦 不付成本 不付成本 那第二说可能说 我们这个水送到我们家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家地下室有个水塔 水槽 楼上 都顶楼到一个水塔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的 水的维护啊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每个家庭的百姓呢 都要去维护这个东西 就要定期做清晰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会确保我们的水 是可以好的水 所以其实 这个是要全民 对于一个正确饮用水 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是不是愿意 把我们花在这个 瓶装水上面的这些钱 其实就是利米成锅 聚沙成塔 是 这个费用其实省下来 我们好好就改善 我们这些管线 或者是把我们的 这些储水的这个设施 能够把它做定期的这个清理 反而这才是更就近的方式 是 因为正本清理的方式 应该这么做这样子 对 是 因为刚刚框栄水 它有很多的代价要付 对 如果它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永续的 一个持续的一个 一个用水的方式 其实像这个水资源的消耗 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然后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有看到 在美国使用的这个 圆形盆管机 这个圆形盆管机 它简直是可以 太神奇了 很多沙漠的地方 都因为这个机器的发明 都可以 都可以开始耕种植物了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 一个机器的发明 让美国的这些 地下水源 是流失的非常快 那在影片中 给我们的数据 是它每年流失的量 远远超过它 可以补足的这个水分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水源消耗 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 旱灾的一个 可怕的一个种子在那边 那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美国的中西部 是有干旱地区 对吧 那中西部是人 是人烟稀少地区 地管人泄的地方 对吧 所以他们为 美国这种招募 这个农民 它这些农民 机械化自动化 是 才可以这么做 所以它这个灌溉性物 它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手臂一样出去的 它上面有很多孔 就是水孔 小孔那样的 所以它可以这样推 一般般就这样转 这样转的 它边转就边走 所以它控制 一两个人控制就够了 是 人很少 所以它用大面积更重的话 它需要很多的水源 而且中西部干燥 所以那植物需要更多的水源 所以它必须要不断 抽地下水去逛这个座物 它的问题是说 我们知道地下水的生成 可能是千年万年生成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台湾说 古迹一百年就叫古迹了 那像地下水 它都是千年万年的这个东西 像是更是古迹中的古迹 没错 从这个角度看 的确是呢 对 所以我们这样用上次 这是不对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 永续的一个建议方式 的确 而且在这个影片的这个对照 我就觉得一个 让人家觉得 很讽刺的一个状况 像是拉斯维加斯 它就是在一个沙漠的地方 可是因为他们的这个 博弈的事业 是如此的蓬勃发展 他们竟然发展出很 很壮观的这个水物 哇这是要耗多少的水啊 尤其在沙漠地方 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使用水的 这么的扩绰的这种奢侈的使用法 再对比一个 他们地下水的消耗 那回头来想 我们台湾的状况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在那个地方是一个 人造的一个城市 是 它是什么都没有 连水都没有的 所以他们就大量抽取 地下水去供给他们的用水 那所以他们整个的方式 就是说 它是以所谓的需求 为导向的供水 就是说我为了要营造 它是一个经济繁荣 赚钱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就不齐一切代价 去供给他的水源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水源 一个是不有趣的供水方式 但是 因为地下水的补助 刚刚主角讲说 它的补助是很很慢的 而且呢 像在美国这种地区 都是很干燥的 那所以呢 它的降与的量不是很多 所以呢 它的出的多 进的少 那我想他们就是 他也想这些问题了 他想改善 那是可能 因为他的过去的习惯 已经疾病了 很难一下改不来 也是不容易这样的 那真的是看到别人 就想想自己 我们台湾 其实有很多的产业 也必须要靠水 水资源的这个支持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获得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如何在 在确保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能够去看到 我们自己水资源所面临的违禁呢 是啊 就是我们台湾 就从过去到现在为止 都在追求经济的成长 对啊 所以呢 不断地盖工业区 盖工厂 增加的出口为主这样子 所以工业用水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但是 政府为了扶持我们的出口成长 我们就必须要大量的供水 所以它根本不在乎说 这地方的水 是不是超过当地的承载能力 它不管 它就是未发的经济 所以拉斯维加斯跟台湾 基本上 它都是需求为导向的供水政策 是 那既然我们已经看到 有些产业 它是 这用水的需求是很强的 那如果我们要去寒洋水资源的话 我们的做法可以有哪些呢 就刚刚主讲说 我们因为不断抽地下水的 但是我们出的多 但进的少 对 所以我想海洋水的方法有很多 但方法就是看当地情况怎么样 来做的 那不过来说是把 就是我们下雨的时候 把这个水要流下来 流下来 那将这个水呢 尽量把它渗到地下去 所以现在新北市在推动 所谓的透雪城市的观念 就是观念一样 就是说我们需要 透过我们的公共设施 比方说绿地也好 或建筑的各种方式 把水流下来 因为我们常说 这个叫基地保水 是 那老师可不可以对我们 几个目前台湾已经有 我们已经看得到在实行的例子呢 是 实际上说 像台湾过去那个 桃源地区 桃源县 它有很多农堂 对 因为当初那个桃源 它是个台地嘛 是台地 所以当在没有石门水供以前呢 它是没有饮用水的 所以每一村 每一家每一户呢 它就收集他们田地 地表进入呢 把它流起来 就挖个池塘 把水流下来 但是水又干什么用呢 就是 这个水可以供给他们 自己住家的用水 那同时呢 可以做灌干用水 所以 这个水可以当消防用水 或者说火灾的时候呢 它可以当消防用水 所以 那这个水呢 就会逐渐一个蒸发上去 那这个降低我们的温度 那通水呢 会透过地下把它升到地下去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维护我们整个 桃源地区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 水平和状态 但是虽然都市化的 这个新建 离火大量开发中呢 这很多农堂 都被填掉了 因为农业 已经失为了嘛 所以就填掉了 所以呢 这就逐渐变少了 所以都变成高楼大厦 马路了 所以这是 为了我们去思考的 一个方向 是 那最后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 这个水资源的耗尽是全球的问题 那台湾的状况 又是全世界第十八的这个缺水国 那如果我们要去 嗯 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应该是全民的责任 对 那有 看完今天的纪录片 你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有 怎样的省思呢 我想 台湾有 台湾的水的问题 应该是蛮严重的问题 嗯 实际上水的问题啊 就是政治的问题 是 因为它 水就是一个社会科学 嗯 所以台湾这种政治的问题 就比方说水价的问题 水价很低的 嗯 所以你要各位去 摆进去捷入水 是很困难的 政治的政策也要改变 啊 像过去我们是 以需定供嘛 就是 我需要多少的水量 水工事提供我都要 以需定供嘛 而且要倒过来 就以我进口看 我能供多少水量 啊 我告诉你 所以你开发成到什么程度 嗯 所以这才是要掉过来 是吗 而且我们台湾 先天有很多问题 比方说我们的 我们台风很多 干旱 尤其干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但事情越来越明显 对 而且那个 像因为台风很多 所以那个冲抓又很 机会开发很严重 所以冲抓很严重 所以水库一直在淤积了 所以每天的淤积量很大 所以在未来 我们的水库的容量 会逐渐的萎缩 所以因为这个 所谓天然跟先天的因素 跟后天因素啊 我们更需要去 再思考说 我们将要怎么走 所以刚刚说 我可以把那个所谓的 以供定需的方式呢 来去考量 过去我们的义务 都是以水库水 跟地下水为主 这叫传统水源 那我们这两个水源 是慢慢地枯竭 而且它受到污染 所以水源来得比较少 所以未来应该可以 大量地思考说 是把我们很多污水 污水处理厂的水呢 能不能来回收再利用 那量是大 而且是稳定的水量 像新疆跟New Water一样 第一个是说 可能是叫海水淡化 比如说 就像里岛地区 或是沿海比较严重的干旱地区呢 可以做海水淡化 是 但这个淡化呢 只是紧急在用而已 但是不能这样 平常供水 因为它呢 它需要很多的能源 那第三个叫做 雨水利用 就是说 就是说每一家 每一户啊 都能够把它 下在你这个建筑上屋顶的 或四个墙面上的水呢 都能收起来 把这水呢 它当冲马桶 或是 或是从灌溉来用的话呢 那就可以减少很多 很多都市泳水 所以我们上面有水库 所以我们都市呢 也有这种小型的水库 去接雨水的话呢 那不管你水下哪里 我们都能把这水流下来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水呢 大的也要流 小的也要接 那大小通市的话呢 可能对我们这样 水资源的影响 会产生比较一个正面的影响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对于面对水资源 很重要的是我们观念 要重新去做改变 要有永续的思考 如何能够兼具安全性 跟便利性 并不是 只是用瓶装水 或者是件大水库 来可以去解决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人人能不能 都为 这个水资源的涵养 来尽一份责任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永续概念 是 感谢老师 谢谢你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地球正此感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